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为您分享AWS Auto Scaling的视频 今天是第三期 今天的标题 大家请看 建立运行模板 对 今天咱们就要建立一个为Auto Scaling使用的运行模板 咱们马上开始 好 首先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 咱们要为Auto Scaling准备一个启动运行模板 怎么回事 咱们马上进入实战演习的部分 首先咱们先看图说话 大家请看这张图 今天咱们要做的工作是哪块 大家请看 咱们在画面右方有一个叫做Auto Scaling组 对吧 它干什么 它负责帮咱们在后端动态的生成咱们EC2的实力 对吧 OK 问题来了 Auto Scaling它怎么给咱们生成EC2的实力 咱们应该对Auto Scaling给咱们生成的EC2实力呢 做一个规范 比如说你应该给我采用这个AMI 你应该给我采用这个CPU 给我采用这个内存 对吧 给我建立在这个网络当中 咱们应该提前做出一套规范来 然后呢 Auto Scaling呢 利用咱们提前定义好的这个规范 帮咱们去生成后台的EC2 咱们今天做的这个运行模板就是在定义如何生成EC2的规范 好不好 OK 咱们回到咱们的课见 那么呢 今天我准备给您采用下面三个步骤 咱们去建立这个规范 建立这个运行模板 哪三个步骤 咱们大家往下看啊 首先咱们应该先建立一台EC2的外部实力 就是说 今后我想让Auto Scaling按照这个外部实力 去给我生成新的EC2 好不好 OK 同时咱们把这个外部实力呢 再建成EC2的AMI 这样的话呢 咱们就可以在下面建立运行模板时 去指定我会按照上面第二步的这个AMI呢 去给我生成新的EC2 那么今天呢 咱们就做这三个工作 咱们先生成EC2-5实力 然后呢 把这个实力呢 变成AMI镜像 然后呢 咱们再建立运行模板 去引用咱们这个AMI镜像 好不好 今天呢 咱们就做这三个工作 那么咱们在接下来的操作视频当中 我就给大家演示 如何完成这三步工作 那咱们再操作视频 再见吧